歡迎收看小明星 招待節目 Tim Sir 聊心室的時間刑 光幕 見到Tim Sir 在此 嗨 大家好 Tim Sir 這集是不得了 之前你只是說請吃飯 但是今集 我要在此宣佈 不是Tim Sir宣布,是我鑑生宣布 Tim Sir要送钱给大家用 哇,听到是不是很开心呢? 送多少?一百万,够不够? 一百万够不够? 不够的,举手可以再叫多些 不过,当然有条件的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今集想和Tim Sir一起说一说 催眠治疗这个行业 当时是怎样找到Tim Sir的第一个一百万 因为之前也说过 我记得你是因为有欠债 所以其实催眠治疗这个行业 帮到你欠债,也可以提供到你一个收入 同时当然也是帮到人 对不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发觉 九运这个年代 人们对身心灵、玄学、宗教是很容易冲的 我知道很多人不知怎样去入门 甚至乎是学完也不知怎样去 说得粗俗一些,叫出来搅拌 很多时候他们就不知怎样去 学完之后 怎么办呢?没有出路 但是我知道Tim Sir 这里你们的workshop 第一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别人去学 其次就是原来你们还有学完之后 还有一个是后续的一条龙 是可以提供到 而我敢说坊间外面是未必有的 没错 所以就正如开始所说 Tim Sir送钱给你 但当然就是说一句大前提就是你要做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不如如闻闻其长 Tim Sir 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当年用了多长时间 找第一个一百万 现在一百万来说未必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但是在做生意的角度 今晚我们讲做生意 因为我们作为治疗师 或者在身心灵界别的老师 每一次我们讲一些商业 总会有些人会觉得 哇,你这么商业的 真心说 无论我们多想帮人都好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我们都要交租 我们都要吃饭 甚至乎有一个网友跟我说 为什么你收这么贵?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为止便宜 如何为止贵 他说你不是帮人吗? 我说但真心非常真心说 任何一个治疗师或者导师 我想起他未能进化到 可以用光合作用生存之前 应该还需要赚少水脚 关于欠债之前说了很多 我们今天就不要说欠债 我们说赚钱 当时的我用了13个月 找人生第一个100万 这个100万2千不是生意额 是直接落袋的 是不是很好做呢? 因为这个行业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因为我开始做的时候 基本上在社会上 这个行业的催眠治疗就不太热 因为不开心 很少会想到催眠治疗 你经常说到牙血也会出的 没错 你留意到 我这个口头闲 说到牙血也会出的 第一步 如果你是有兴趣入行 无论是催眠也好 就算是催眠 你在我里学 还是在其他人学也好 今集的内容 我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因为我觉得香港是非常需要一些 有心做的身心灵导师 催眠治疗师 甚至人本工作者 但是我刚刚说到的所有界别 都有一个弊病 就是大部分都不太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可能是很厉害去帮到人 但是你怎样去建立 属于自己的身心灵事业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技巧 我不知道在玄学 Mex Sir 多不多有些师傅 可能他很厉害 但是他批评不厉害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绝对有 尤其是可以看到 例如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老一辈的师傅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你说可能 例如二、三十年前 那妙街就能帮到他 对吗? 但是问题是 现在你可能有经历疫情 又或者可能 这一行的从业园已经越来越多了 是 你纯粹靠妙街 什么师傅 什么太太 什么神仙 很行的 那个传播出去的威力 其实是越来越减少的 是 绝对是 所以你说网络的传播力 其实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OK 很多的人本工作 或者是新心灵导师 或者催眠自疗师 可能你问他 为什么你想做 我想帮人 还有呢? 同时想看能不能转行 能不能全职做 但是你问他 那你怎样全职? 没有概念的 没有概念 所以今晚我分享的东西 大家喜欢的就可以记住他 因为是我的心血结晶 就是一些心得 当你去学一门的助人技巧的时候 你首先要问一问自己 你是希望学完 纯粹帮人 还是真的想赚钱? 嗯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小弟我当年很穷 真的没有钱 很想帮人 但是一听到帮人和赚钱 大家会觉得很矛盾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认为 很矛盾 所以有很多的辅导员 催眠治疗师 或者人本工作者 经常会面对一个困境 就是他想收钱 但是对方就说你帮人的 你不是免费的吗? 你坐在那里聊天 你认为收一千多百 是吗? 然后治疗师就会移动 就会很害怕 就不好意思收钱 没错 又或者收一个非常便宜的价钱 但是如果你想入行 做相关工作的话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你要有两件事很清晰的 第一 你一定要分清楚 你是想帮人或是想赚钱 没有一半半 你一定要先分较 因为如果你不分较 你会变成什么呢? 就是我是帮人 我不收钱 不想收钱 不说钱 但是有一天 你突然之间发现 那个人好像不断放飞机 他完全看轻我所有的东西 约了你 原来你不用钱 他有其他东西 一定是先放免费的东西 通常都是 甚至乎就是 有些的导师 或者有些的 新心灵工作者 都有跟我说过 就是说 我都想收回一点点 我乘搭车出来也要钱 是不是? 如果你本身的定位不清晰的话 你就会变成一个 被人感觉更奇怪的人 你就会变成 好像又想收又不收 又想收又不收 其实对方会感受到 他不是给你一封泥仕 导师 是的 可能会这样 所以大家要留意 你一定要先分清 你到底学一个技巧 我不是费赚钱 我只是想帮助我个人成长 或者身边的家人 或者朋友而已 还是 也不是 其实我真的想做一下 费赚 或者将来看有没有机会 转职 你要先想清楚 因为如果你纯粹帮自己 其实没所谓 去哪里学都一样 是 你不需要后续任何东西都不需要 是 是 好了 刚才Massar说的 我的后续是什么呢 我通常有几个 我 有几样东西都很 你说很帮到手 你说很困难又行 首先第一步 我说定位 还有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我通常每一个同学都要见一次面 是 一定要见一次面 免费的 你都出了名字 是的 我都出了名字 不断被人说我串 其实我不是串 是你给晚几元的学费出来 我尊重你 我和别人也很想你来感受一下 到底我们的教法是什么 例如我们不会有前世催眠 不会有舞台催眠 不会有瞬间催眠 我们没有 我们只做情绪辅导 那如果你来到 是告诉我 你想见回七世前的自己 那你给完钱 我都给不了你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见完之后 我都会问 你到底是想 找食 还是 我想学 纯粹 那你说我学完之后 再想找食 可以 但你这一刻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一半半 好了 当你学完之后 基本上我会 给你实习的机会 是 那我们的实习 就跟坊间 可能有点不一样 我们的实习 就不是找一些 熄悉的朋友对练 或者去 找一些 同学去做对练 那这些不是叫实习 这些叫做练习 可以吗 大家 实习的过程中 我会坐在那里 看你 怎样做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 让你可以更加 对你学的技巧 有信心 好了 到了 临床班毕业之后 你也可以 考虑 我会不会 进心成为一个 导师 很多不同的技巧 我相信坊间 就是 我拿完 几个阶段的证书之后 我是一个导师 我可以开班 但你想想 为何这么少人开班 就是因为 未必很有信心 去做 我们是会 请回自己人 嗯 我们是会用时薪 请回我们的导师 回来 无论做助手 还是做考试官 是 你除了拿到一些海外认证之外 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你需要真的实实在在 透过这件事 试试上班的感觉 嗯 OK 我跟学生经常说 我在你身上拿了个学费 除了我教你之外 我很希望你将来都可以自己别墅 是 当你感觉到 大家彼此之间 是互相帮忙的时候 那我们的关系才会长久 这个饼子才会大 是 我从来不相信 那些饼子 就是越造越小 有些不会 是 通常越造越小 就是因为大家 互相攻击 是 是 就是行家和行家互相攻击 不需要的 OK 不需要 甚至乎 也有个同学提过我 阿sir 你训练我出来 那就和你互相 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呢 不知道是原学界 如果有个老师训练完 会不会担心 那会不会和我互相 这个很有趣 我相信 老实说 几十年前 传统的思维 我相信 应该有这些东西 但问题就是 现在 我想第一 就是大家发现到 整个画面 或者整个大环境 需求越来越高 是 对不对 其次就是说 其实 也老实说 这个我想都是小弟 做焦点视频的时候 得出了一个经验 就是 一个观众 他看完了某位大师A的片 其实他都会看某位大师B C D E的片 他不会纯粹因为他喜欢A 而去看他的片 所以这个就是正正说明了 需求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这样 OK 所以我看到玄学的饼 其实都越来越大 大家百花齐放 其实催眠治疗 都是一样 所以我一直都跟学生说 你来到我这里学习 是你自己选择 做不做这个实习的 OK 实习我们没有另外的收费 同时我们也会帮你 可能教你 基于你自己个人 你自己想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想发展 我们每一个同学 都会有一次免费的指导 告诉你 到底你一开始 你要创业 到底你是想freelance 到底你想自己 已经全职出来做 然后我们有什么 可以支持你 是环境 环境的意思不是纯粹有间房 环境的意思是包括 很多的配套 例如 reception 接待 房间 閉路电视 concent form 等等 这些全部都很重要 是的 这些全部都很重要 我们已经挖了一整个standard 去给同学开始 所以 如果你本身是有兴趣入行 你真的想尝食的话 你一定很清晰知道 你自己 你想走到有多远 我记得我当年 刚才Mas Sir说 怎样找100万 免得离看 是 是 怎样找呢 其实很简单 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自己 你的技巧 去到哪里 我们会把这件事 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 你的技艺純熟未 如果未的话 如果未的话 我建议 你应该要不断找机会给自己 例如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免费的program 一开始 可以吸纳多些不同的人 你要先认识多些不同的人 你要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东西 第二步 就是你要学习如何宣传 当时的香港 是没有任何催眠治疗的人 是做Facebook Marketing 所以我当时 是抢了这个头淡汤 但是每一个年代 总有一些 总有一些 的机遇 问题就是 你愿不愿意去找 可能你会说 你都说了 你愿意去找 这些毒鸡汤 其实原来不是 是 原来不是 真的有很多东西 是你肯不肯去找 譬如现在最新 有很多年轻人 我叫什么 是讀FRED 是啊 讀FRED 是啊 是啊 其实FRED 也有很多不同的机会 很多创业的人 都会在FRED 那里是做很多不同的分享 我见到很多都挺成功的 真是谷得粉丝 是啊 你想想那里 是暂时没有广告的 是 暂时没有广告这件事 一样做到的 但是 回到这件事 你想找一百万也好 一千万 五十万 十万 十万 你愿意花多少时间 在你的事业内 不如我们又问一下 Max Sir 其实你每天 你拍片 真的要走去 帮不同的师傅 其实你 你其实也挺忙的 可以这么说 其实一个星期 如果忙起上来 工时 连你做后製 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 每个星期 超过30个小时 当然超过 多少个小时 两天都过 是不是 不是开玩笑 两天都过 已经30个小时 是不是 是啊 OK 所以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们看到很多节目 甚至乎 你看到某些人 他好像很厉害 有很多钱 坐在那里 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觉得 创业 或者做新心灵导师 也好 什么大师也好 你觉得是 因为我不想上班 我想找一份舒服的工作 令自己坐在那里 好像Tim Sir或者Matt 好像动部机就收钱了 我告诉你 这个是完全错的 最简单 大家纯粹数一数 例如我自己 拍片也是我 剪片也是我 设计也是我 是吧 是字幕有时 我就拾出去 是吧 是 但是接着你 例如上架 排期 例如那些CEO 那些动作也是我 就是我 我一个人 做几个人的工作 等于Tim Sir 你也是 同样地 整个workshop 也是你自己充心 是吧 掃地的那些 分分钟也是你 现在好些 现在有人掃地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如果有很多人 他觉得 我要出来创业 好像之前 那些新河带 这样说 我要创业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打工命 我想你真是捧难 是 很多人很喜欢 习惯 觉得 这些东西这么差 你都可以出来 我都可以 但是当他走出来的时候 很有趣 卦人那些 通常不太敢走出来创业 是 通常不太敢 回来 如果你 是觉得自己 不喜欢打现在的那份工 你探索一下不同的课堂 无论催眠 靈气 能量元 学什么都好 没问题 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是 我想做事 做少一点 我可以做少一点 但是找回现在的人工 甚至乎更多 是 我敢说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找回现在的那份量有一半 你已经要多谢天 是 是 没错 绝对是 我试试问过其中一个学生 我说 为什么你想做自雇人士 跳出来做治疗师 他说 我不想早上乘车上班 哇 是 这个想法很伟大 是 那你不要了 我说你回去打工 你不如 因为你是死硬的 你是死硬的 死硬的 所以在我们的训练里面 我们会教大家很多必要的心态 以及一些硬件的东西 刚才说过一些 Facility的东西 Marketing PR 一些传媒的 可能一些宣传等等 但是这些其实不重要 这些不重要的 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 我想赚钱 我读完课程 我能赚到多少钱 我通常是吸钱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 纯粹为了钱 没问题 这个动机不是错 因为大家要忍妻活疑 但是 如果你纯粹为钱 而要学催眠治疗 那你不如拿一块钱学投资 是吧 你应该去不同的YouTube频道 有很多老师教 你应该直接学和钱有关的东西 所以 如果第一步 你一定要分清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 你的心态 如果你打算工作时数少一点 你不可能成功 我告诉你 创业初期的时数 是多少 你应该反过来想 你的放假时数可以有多少 创业初期 很多人就开始跟我说 不行 我晚上7点一定要吃饭 接着9点半一定要 可能看一会儿 10点半要睡觉 每一天我要很有规律去做 对不起 你真的不要想 例如 有些同学很天真地跟我说 我希望将来可以开班 我可以 我现在读完课堂 有没有说哪一张证书会比较好一些 没有 我够胆说没有 因为所有证书 第一 证明你学过 第二 也是创业 第三 是你的技巧很厉害 你出了名之后 令人觉得你拿这些证书很厉害 这些证书只能够证明你学过 就是这么简单 OK 很多朋友还会打电话 哪一张证书好 为什么你没有哪一张 为什么你不继续 为什么 没有解释 因为我是希望将最真实的东西 呈现给大家 嗯 当你很清楚知道 原来创业是这么辛苦的 其实有三分二的人都已经打退堂股 嗯 对不对 好了 当你正式学了一些技术 第二步你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学一下你怎样做Marketing 如果你仍然觉得 好像我老婆那样 读完言语治疗之后 觉得 大批人找啊 大批人认识啊 啊啊 这些有社自然乡 Sorry 这个年代过了 嗯 在Marketing里面 你多厉害也好 你也要让别人看到你 嗯 对不对 大brand都在买广告 我们凭什么不买广告呢 嗯 所以也会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同学跟我聊 Tim Sir可不可以不像你那样 有空又上一些YouTube频道啊 又上电视 又上这么多媒体 我不想那样曝光啊 行不行啊 Sorry 不是说不行 不用Sorry Sorry 不是说不行 又会差一点 嗯 又会差一点 你只需要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那到底我应该 我到底有什么特别到 是别人看不到你的样子 又没有看到你的广告 是自己会敲门来找你呢 是吧 我想 我想你真的找法科师傅 也未必可以做到 是吧 法科师傅也做不到 是吧 是吧 是的 你一定要让人知道你的存在 是 所以在我的训练里面 我觉得第一步 你一定要有助人的心 嗯 你愿意学习 第二 分清楚 你自己到底想怎样 你想帮人 欢迎 你想找人 我也欢迎 我有大把配套帮大家 甚至海外的连续我也有 嗯 好了 第三 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好了 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 你会交非常多的学费 嗯 例如 你会开始觉得 唉 Tim Sir说的东西这么废话 试过的 试过的 这么废话 其实我上网也找到很多人帮忙 说不用出样子 不用出面子 只要给他钱 然后他就帮我买广告 挺好 嗯 通常是天价 是 而我也挺肯定 初出茅路的人 使用这类型的服务 我暂时未见到 任何一个是回到本的 是 就是 Marketing的东西 我想 你也明白 有时候不是人家骗你 是 是人家说什么 你也不懂 是 你不懂的时候 对方就只会尽量去了解你 但你的定位不清楚 但对方会收钱 对方越多劳力付出 他就越贵 但当你自己都很清楚自己的时候 你去找Marketing公司 或者Agency 对方就是你的工具 你可以叫他做A做B做C 他就会给你专业的意见 就好像有些朋友 然后连商业登记是什么 可能他都未很清楚 什么是有限公司 什么是无限公司 什么是88牌 都不懂的时候 嗯 结果很快 就会在网上 突然间有些人走出来 放心 我帮你 可以找到十万 甚至二十万 四十万一个月 是 大家记住一件事 如果你生活在世上超过十八年的话 理论上你应该跟我一样 还没见过有甲蜡在街上打横行 你还没见过 所以当你要去创业的时候 你要用一个最艰苦的心去迎接 可能你会觉得 不如打工 说得这么辛苦 是的 对 没错 创业的好处就是 你是每一天为自己做属于自己的东西 嗯 如果你本身就是 我很享受在一个建制里面 做一个齿轮 没有说错的 打工就打工皇帝 很享受的 那你继续 不要跳出来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也准备 我很想人生为自己博一次 我很想送一份礼物给自己 我很想做一些人本 我想做一些关怀到对方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趁现在这一刻试一试 如果你是想学习催眠治疗 那我当然买自己的广告 你可以约我时间 大家见过面 看看我的课堂时间 对不对 因为大部分课堂 坊间催眠班 都是很快速就完 星期六的 但是我是很麻烦的 OK 我除了暑假会开一些星期六日 密集式一点之外 我大部分都喜欢平一夜晚 看到你十几个星期 相信我 这样对你来说吸收是最好的 OK 你可以和我约时间 见面聊聊天也可以 OK 大家记住 影片资讯栏 可以找到Tim Sir的联络方法 约他interview 对不对 可以 大家记住这件事 希望大家有所得着 我想可以按进来看这条影片 然后看到这一刻的观众 我相信某程度上 可能你对这个 催眠治疗感到有趣 有兴趣 甚至乎对这个行业 也有兴趣 对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 承着这个狗运 那个势头 是来帮到自己 帮到别人 希望大家可以 有多一点的想法 和Tim Sir的意见 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好吗 下一集我再和Tim Sir继续讲心 拜拜 有点支持 有点支持 记住 尺寸